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文字幕志愿者 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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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能会真的会发生 对 比如说你 他就是有时候期期可能预测到了 或者是期期 但是如果你这两天自己状态不好的话 就梦就没太大意义 因为你身体不好 他就可能梦里边会出现 你不舒适的他也不出现 你没见过的他 他就是 就身边的人 反正你这块多 你就 不是说话啊 聊天啊 比如吵架啊 有时候出去玩啊 就反正梦这些乱七八糟 因为他好像这个 佛教史上 您那个了解佛教里边有讲的 就会有一些 就跟梦有关的一些意义 是吧 就是佛教最早 就传进那个 哦 那是那皇帝 对皇帝 哦 皇帝他那个梦比较特殊嘛 他肯定一辈子梦了很多梦 但是他那个梦比较特殊嘛 他觉得挺特殊的 而且记得很清晰 嗯 自己也觉得就是很有意义嘛 有些梦是你自己也觉得没啥意 太多梦了 对 但有的梦你醒来了 你会觉得 哎呀 他好像代表些什么 嗯 就有时那个梦呢 好像很杂乱的 也没有什么主题的 是不是代表着一个心 还是一个清静 嗯 有时候 嗯 嗯 其实主要是七脉后佐 七脉有自己佐 还有什么 但是心气不二嘛 你七脉佐 还是心有时候 嗯 还是砸捏啊 有砸捏或者这个 有思虑过度啊 砸捏啊 啊 还有一些就是 嗯 不稳定啊 一些业力啊 等等 这些都有 那最主要是 还是 比如说有时候 你身体虚弱的时候 梦就乱 砸乱 嗯 就是 你总会觉得 你晚上都是在做梦 但是 起来也 很多都不记得了 嗯 但就觉得 嗯 因为感觉 可能也 对 还有就是 你胸的 比如说由于干气 干不好的人 申请女的来立架 什么这些 他就由于梦一些 梦梦的这些 修梦 和心理有关 梦的绝大部分 是没啥意义的 嗯 大部分梦 也没啥意义的 就是乱七八糟性 嗯 细细 细细的堆积 就是什么 甚至没啥连惯性 你没办法解答 就是不是说很连惯 而有些梦就是 就很连惯 他就好像 在给你 细细一个故事 对 对 有些还没有做联系 有些梦是很特殊 有些梦是很特殊 所以大部分都乱七八糟 像我们老家 经常都会有一些老人 比如说老人过世以后 昨天晚上拖梦来了 说缺啥缺啥 去烧点什么东西 년语 3 2 �� 6 2 3 2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